大家都說台灣不怎麼樣 台灣的配音不怎麼樣 比啊 哪次不比 因為有原因做參考 所以常常會被比較 即使是同一個角色 還是有人覺得 日本配音比台灣配音好 好想成為配音員 日本語的溝通 更被認為 比較沒感情的中文配音 誰也就是我的聲音 全都是我的聲音 不會想成為配音員 其實從很小的時候 就埋下了種子 我母親是位電台DJ 我爸爸是個演員 而且他同時也負責了 一個錄音室的配音工作 在麥克風前面 把每個角色演得活靈活現 小的時候 常常坐在電視機前面 看著卡通 然後去模仿卡通裡面 所有角色的聲音 看我做不做得到 其實在大學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配音這個職業 我報名了很多 我自己有興趣的課程 像是電會班 攝影班 最後一個才是配音班 沒想到小小的偶然成為了人生的必然 當然也有困難的時候 曾經錄過一個角色 他擁有八種人格 除了老人 甚至小孩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是女人 錄過一個有亞斯伯格陣的角色 我必須要很努力地壓抑住自己的情緒 錄完整部作品之後 其實有很多東西堆積在裡面 有點出不來 因為那個時候一邊上班 然後晚上要去訓練班學習 其實是很忙碌地 犧牲了休閒的時間 蠟燭兩頭燒 出道大概七八年的時候 因為工作太過勞累 先天性的費極 惡化 導致工作的時候 會不停地咳嗽 甚至咳出血絲 曾經在工作中 前一分鐘我還有聲音 到下一分鐘我突然就失聲了 當下非常害怕 會持續多久 會是一輩子的忙 爸爸 爸爸 我好想你 在面臨困難還有挑戰的時候 我的家人真的給了我很多 我的女兒應該蠻以我為傲的 因為我有一次聽見她 跟她的同學分享說 我的爸爸是某一個角色 其實聽到的時候 欣宜真的覺得 能做這份工作真的太好了 有時候看到網路上面 網友們的留言 覺得我們幫她 抒發了各種情緒 當有人願意把正面的評價 分享出來 你會很感激 沒想到我的聲音 說出了人們心裡的話 聲音對我來說 是認識世界的一種管道 情感表達的工具 自由變換形狀的黏土 就像冰滴咖啡一樣 慢慢地將我的靈魂 一滴一滴融入角色當中 有聲音集結了實力堅強的一群人 不畏之任何阻礙 閃電 降臨 光之護妖 絕不退任 我們是 台灣聯絡英代表隊 江秉原王國 現在大家聽見 台灣的聲音